勞工署會按照香港鼠疫指數的不同程度 發出工作鼠疫警告 就會由天文台協助我們製作和傳送信息 而這個工作鼠疫警告共分為三個級別 分別是黃色、紅色和黑色的工作鼠疫警告 以便僱主和僱員更加容易明白 當時在工作地點裡面所面對的熱壓力水平 這個指引適用的地方主要是在熱烈天氣之下 或者在高灣環境裡面進行工作的時候 包括在戶外工作 或者在一些沒有安裝冷氣 或者空調系統的室外工作地點 又或者它需要在一些熱源 或者發熱設備附近工作的僱員便會適用 在這本指引裡面我們會涵括以下的內容 包括就是風險評估 以及如何按照風險評估的結果 去採取一些儀防和控制措施 另一方面在指引裡面都會涉及 如何去測量工作環境的熱壓力 以及評估員工在工作的時候的勞動量 以及按照風險評估的程度 去安排那些員工所需的休息時間 或者暫停工作的安排 假設一個在戶外做清潔街道的清潔工 它的勞動量大概是中等勞動 如果是當黃色工作暫停警告生效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任何控制措施的話 它就需要每小時休息15分鐘 這個只是一個例子給大家去參考 大概怎樣去按照員工的勞動量 以及工作所需的警告的級別 去作為一個評估 以及作出最後的建議的措施 5月15日這個指引是會正式生效 工作的環境其實是千變萬化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最重要是走到 就是希望有一個指引 是給所有僱主僱員有一個重要的參考 是可以因應不同的場景 是給負責做職安建議人員 可以很小心評估一下 究竟那個工作環境 究竟那個中暑的風險有多高 從而提供一些適當的措施 然後僱員方面也需要去跟從有關的安排 去避免自己因為過勞 或者是太熱的環境之下引致中暑